李泽南 我觉得我还是挺佩服的 你之前做的每一个选择 我都不太理解 但是现在想想 好像都是对的 废话 叶璇 你想过将来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吗 将来 将来 将来我想跟喜欢的人一起 共同向着一个目标去努力 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你呢 他 李总监肯定是想带领着巴巴艾德 到纳斯达克敲钟吧 我想在未来的三年里 把巴巴艾德的这个旗号 在夜内打响 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把未来广告界第一恶魔女甲方 叶总监给挖舞出来 去 怎么样 考虑一下 那要看你们到时候 请不请得起我了 干吗去啊 我肚子饿了 快请我吃点东西 好好表现一下 带个桶要吃饭了 得好好地抗扰一下 哈哈